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主播带货 合同解除 违约责任 根据焦点争议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选取了民伤市领域的孙旭南律师 王同飞律师 张蕊律师 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 本期请多远博士提供对立视角的X律师是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常壮 在今天的交通当中 他将成为三位金牌律师强大的对手 本期委托人赵俊玲是广东一家主播竞技公司的负责人 2021年6月 他和网红肖俊杰签订合同 利用主播账号于家老师JJ进行直播带货 但是合作没过多久 双方就在网上相互指责 网红说公司卖假货 公司说网红在毁约 那么这次合作伙伴的翻车到底是合伙炒作还是另有引擎呢 来看段时间 这个鞋你们知道吧 350 这个鞋是不是很熟悉啊 他跟我说 你直播的时候你带他 他说这个鞋他做出来29块钱一双 让我帮他带这个鞋我收到的时候一股臭味 全部是线头 下面全部是泡沫 一搓就能搓烂 我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要么带 我要么违约 我们说这个鞋我们不能带 他说所有的事情他拍板 因为我们签了合同 这是千万粉丝网红JJ老师的回复 从他的说法来看 公司提供假货逼着他去卖 为了粉丝利益 JJ老师宁可违约也不昧着良心带货 不过 广东公司老板赵俊林告诉记者 JJ老师完全在撒谎 那个鞋子商家给我们的是有检测报告 有品牌证书的 检测报告都有的 而且这个鞋子我们自己都刻意穿了几个月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性价比非常高 不含快递费用 不含快递盒的包装费用 就达到了125块钱 而他在直播间直接说出来是29块9 是严重在诋毁 栽赃我们的事 只能是这样来说吧 2021年 赵俊林和JJ老师签了一份合同 由JJ老师提供千万粉丝的账号 赵俊林炒高直播间人气 组织货源 双方合作直播带货 利润五五分成 合作不久 JJ老师就不肯继续给赵俊林的公司带货了 这才有了开头的假货由来 不过在解约通知上 JJ老师提出的理由并不是假货 而是赵老板没把人气炒起来 甚至有买假人气的行为 事到如今 赵俊林很伤心 JJ老师直播间的人气是赵俊林真金白银炒起来的 可是现在 直播间卖的却不是他的货 挣的钱都进了主播自己的兜里 眼看着直播间的人气越来越气人 赵俊林决定来到金牌律师团 声讨主播JJ老师违约 要求他赔偿自己两百多万的损失 本期委托人赵俊林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录制现场 如果他能承诺所言属实 我们三位金牌律师将竭力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在节目的最后 他也将选取其中的一位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的表述 我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你好赵先生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主持人 刚才看短片争议最大的应该是那双鞋 这双鞋到底怎么了 给我们讲讲 这双鞋子呢 我只能说是肖俊杰在故意恶意重伤我的天 因为这个鞋子呢 我们是在9月初的时候都已经寄给了它 一直持续到9月底 然后从包括就是到了11月份 从来没有他说过一句 就是这个鞋子的品质有问题 然后关于我们这个鞋子的成本单价 我们每一次的选品都会把我们产品的成本单价会公布的 仅仅是裸鞋就占到了125块钱 然后还不含快递费用 那他在直播间就是强行硬说这个成本只有29块9 这是玩意在诋毁我们 按照我的了解 它实际上是某知名品牌的一个独立设计 然后你现在选了一个厂家为你代加工 你说我觉得我设计完这个代加工 还是说人家已有的成型产品你去批发回来领收 以这个产品为例 这个商品呢是商家推荐给我们 让我们帮他卖 卖的是商家的自主品牌 王绿我现在就是主播我要在我的主播间里卖这双鞋 这双鞋我明知道它是某知名品牌的设计款 我大力吆喝卖它我侵权没 这个商品是否构成侵权啊 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要看这个商品是否对原品牌的商标构成侵权 如果他卖的这个商品有原品牌的注册商标 那么在商标角度来看它就是构成侵权的 如果没有那不构成商标侵权 第二点是原品牌对这个商品是否有外观专利 如果原品牌对这个商品申请过外观专利的话 那你这个商品侵犯了原品牌的外观专利 我认为在专利这块也是侵权的 如果以上都不存在的话 那就不是侵权 据赵先生表述 厂家提供的鞋子是自主品牌 商品本身也没有出现其他品牌的注册商标 所以并不对其他品牌商品构成商标侵权 同时还出去了商品的质检报告 例证鞋子并没有质量问题 你的这双鞋真正的成本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王律师昨天去市场做了考察 一样款型的 不缺码锻号的49元钱 缺码锻号30元钱 所以我怎么来理解你刚才跟我的报价 说这双鞋不算外包装 不算运费 不算其他任何附加费用 它的成本价是1829块钱 因为这款鞋子国内来说 有几十个品牌都在卖这款鞋 但是这个鞋子不是说仅仅是看外表的 做鞋子做了有几十年的人去资讯 这个鞋子的话 它的鞋底 就是里面发泡那一块 它用的是真爆爆米花 加上TPU橡胶鞋底 仅仅这双鞋底的话 做下来都不止40多块钱 这个就是被瑜伽老师 这些说成泡沫的部分是吗 是的 实际上是有科技含量的 按你的理解 很高的科技含量 所以你即使没有在直播间里 卖这双鞋 你依然认为这双鞋是一双好鞋 是的 因为我们自己有事穿 委托人赵先生始终认为 自己的产品质量过硬 成本价格高于市场价 有足够的理由 可能这也是导致他 在与主播合作期间 对销量过于乐观 对主播的导戈 毫无准备 最终 大量仓库积压货品 价值达到30万 而且大部分的商品 都印着瑜伽老师JJ的logo 赵先生 这个小衫哪产的 是 杭州那边还是 可是我对比了一下 你刚才给我提供的 给JJ老师 独立印logo的小衫 跟你带来的 说成本24块钱小衫 他俩的标签是完全一样的 全英文标签 上面的产地写的是 Made in Taiwan 你怎么看 这个商品是 一直是 最后我们经过 就是退货 才收到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 然后是JJ老师订购的 也是他之前 在我们合作之前 他采购的商品 在国内销售的商品 必须有中文标志 我看到的你这个标签 是全英文标志 这个事情怎么来解读 你们当时 有没有对他提出质疑 这个我们当时有提出过 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布料进口的 生产是找这边的 代加工生产 然后其他的 我们真正发出去的货 有合格证 合格证上面 都是有中文的 也就是你明知道 这种情况 不是我们只知道 这个商品来说 是工厂直接代发的 我们没有发 这个厂家 不是我们找的 是JJ那边找的 我们这边有的是JJ之前的库存 那按照我的理解 你进的货 货还在你自己手里 你没有损失啊 你可以找其他的平台 或其他的网红 继续卖这个货 那不行 因为这个所有的商品 印的都是 就是余加JJ 他十名 就是认证 就是注册的一个商标 如果说我现在私下去卖 那属于是我违法的 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 它的生产厂商是哪一家 生产厂家 不方便告诉你 因为这也是我们 对接厂商的一个机密 买的任何商品 你 教授者必须要告诉我 它的源头是哪 它的生产者是谁 这是法律 赋予你的义务 在这个问题上 不存在着 不方便透露的问题 我只能推断 你卖的是商品 面对X律师的质疑 赵俊玲觉得十分委屈 现场带来的小山 是在与网红主播合作之前 遗留下的库存 代加工厂家 也是主播 于佳老师自己找的 这其中 是否涉嫌违法 他并不知情 对于商品的严选这一块 未来我们会是 就是为更加注重 它的品牌 还有就是说 商业侵权这一块 我们也会做出 更加严谨的一个调整 和一个筛选 我们未来的 对接的商家呢 也是希望就是 能够在这一方面 就是国内原创这一块 会接触的会更加多一些 也会更倾向于这一方面 那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 第一个是希望 余加基金继续履行合约 第二个要把我们 已经合作过的 正常的利润分成款 将近有95万左右 分到我 要是及时汇给我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需要赔偿 按照合同赔偿 我们的违约金100万 你针对诉求 带来的证据是什么 我带来的证据 有我们就是双方签订的 就是直播带货合同 还有就是对方发给我的 就是解除合同通知 第一轮举证时刻 2021年6月 赵俊玲承诺提供优质源 于佳老师的直播间人气值 与销售额都有着明显的提升 二人在6月28日签订了直播带货合同 上面明确约定了45天磨合期内 甲方将乙方的直播间人气峰值 由1000增长到1万 我们在8月2号还是3号的时候 有做到这个后台的数据 我们每一次的直播数据都有发到群里面 从那天达到1万人之后 双方都很开心 非常兴奋 运营期结束后 主播要求账号连续两个月的销售额 不得低于150万元人民币 7月份的数据是销售额100多万 8月份的销售额有200多万 9月份的时候就一定提升的就更多了 比8月份还要高 解除合同通知上的解除理由是 人气峰值未达到要求 并且有购买虚假人气的行为 然而赵先生也出具了直播数据 数据显示人气值与销售额 均达到了合同上的要求 那么网红主播JJ为什么会突然解除合同呢 你跟萧俊杰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 因为我们在即使2021年年初的时候 想做瑜伽这个类目 这个健身这个类目 然后萧俊杰也是其中这个类目的佼佼者 那有时候下班很累对不对 或者全身乏力 一点都不想动 怎么办 跟我练这一套动作 你当时看中萧俊杰什么了 因为他的作品拍的还可以 然后这个人 他是有这个直播带和这个潜力的 但是在我们合作之前呢 他自己有做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数据是非常差的 差到什么程度 一千多万粉丝的时候 他的直播间呢 长期就是峰值不超过一千人 多数维持在三五百人 甚至峰值最高才有两百人 委托人赵先生提到的人气峰值 是近些年网络直播带货领域的新兴词汇 指的是从本次直播开始到直播结束的最高观看人数 从一定层面也代表直播间的热度和带货等力 瑜伽老师JJ在短视频平台有千万粉丝 是伦瑜伽体系创始人 堪称瑜伽领域的超级网红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粉丝多并不代表人气峰值就一定高 这个数值还与之前的宣传和直播时的 粉丝粘性等诸多因素有关 当时你们合作之前 肖俊杰在自己的账户上直播带货吗 有直播带货 效果如何 效果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万吗 月销售额 我们得到的数据是这样 那你当时找到他合作的时候 向他许诺或者是向他规划的蓝图 你大概设想的他的这个千万级粉丝的账户 应该是能产生多大的销售额 关于蓝图来说 我们原本计划是年销售额 怎么也会要到个大几千万 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个 就是双方的一个规划吧 你凭什么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们做了 就是类似的我们有做了N个案例 而且全是在我们的运营指导下 是能够完成的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推了一个其他的一个账号 零粉丝旗号 用了不到一个月 都做到了这个类目的第一名 而且是数据来说 比他一千万的粉丝数量还要好 你真正跟肖俊杰谈合作 合作了多长时间 合作了有三个半月左右 那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都什么 分别什么情况 第一个月的话 也就是说 从7月1号到7月31号 我们销售额都达到了110万 第二个月 就是我们销售额就达到了230多万 这个利润来说应该是按照五五分 当然我们追了一个半月的货款 那边一直在推托 也就至今没有给我们结算 初期的磨合时间 合作得非常愉快 对 效果非常明显 是的 所以他觉得他是两码 遇到了你是伯乐 是的 那怎么就不愉快了呢 这个不愉快 我们在9月中旬的时候 接到了平台这边 给我们发的一个通知 就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最顶级的 一个带货主播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S级 但是没想到过了十多天过后 他这边就是猛然间就给我发了一个解决的一个通知 让我当时是非常诧异的 你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什么感想 我收到我当时在开车 当时是非常惊讶的 猛然间突然这个通知 我就赶紧就是把车停下来 给他那边打过去电话 但是打过去电话的时候 萧俊杰就讲 就是他就是有任何事 和他老婆联系 他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 除了瑜伽老师突然提出解约以外 更让赵俊玲不能释怀的是 如今 自己已经花重金炒热的直播间里 瑜伽老师JJ依旧在直播带货 而货品早已和他没了关系 那你觉得目前 他有没有运营团队在运营 目前他可能找了其他的 就比如说愿意让利给他们更多的 或者说自己招了一些员工在做 你看出来他的账号运营 跟你当时运营有区别吗 和我们之前的指导完全是一模一样 好 针对基础事实部分和第一轮的证据 请三位金牌律师提问 乙方之前有直播吗 有的 直播的销售额大概在多少 这个有些数据可查 有些数据不可查 但是我们当我们查到的时候 他的基本上月销售额会在20万上下 甚至有一些产品还是亏被卖的 那您跟他合作了以后 数据显现是不是翻翻 或者是达到了我们合同约定的标准呢 就是第一个月我们会是 比上一个月是翻了一倍多的 这个数据是非常明显的 在第二个月也是翻了将近有一倍 这个案件当中设立到了这双鞋 这是不是导致乙方要跟您解除合同的一个导火索呢 我觉得不是 因为在他给我发解约通知之前 从来没有就这双鞋提出过任何争议 那乙方为什么要单方的跟你解除合同呢 你觉得主要问题在哪 我最近有反思想 主要还是人心的贪婪嘛 因为当利益太大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出得住 尤其是现在 依我们在经过平台推广之后 我们的月盈利是能够做到200万加以上的 最少是这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 那按照合同它是需要分与我一半 能经得起这个诱惑的人 可能是比较少 这起案件呢 它本身是一个合作 或者说就是一种合伙经营的一个关系 那本质上来讲呢 是因为这个电商这一方面 它的付出跟做的这个工作 没有办法具体的量化 让对方呢 没有感知他服务的这个意义 对他现在的直播带来了一些提升 或者是这个销售量的这个增长 有什么价值 所以呢会导致就是合伙人之间 有这样一个这个分崩离析 或者散伙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也注意到了 您刚才一直在强调 在你们合作的初期 你对这次合作进行了大量的前期投入 我想问你的是您的这些前期投入都具体包括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办公场地 办公设备 人员开支 仓储 还有就是针对瑜伽老师 我们是用了他的品牌 自己去备了有货 这方面来说 都是需要一个挺大的一个开支 前期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肖先生直播间人气的增长完全是因为你的专业化运作而产生的 并不是仅仅依靠投入金钱就可以提升的 是的 我看到了您提供的数据都是来自于一个叫飞瓜数据的平台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因为平台来说它的数据抓到的只能抓到30天以内的 是最多是三个月 即使是在飞瓜数据上这个数据也只能保留半年这么久 这么短的时间 那您有申请过公证机构去对现在能取到的数据去做一个公证吗 把这个证据保留下来吗 公证暂时没有做 那在这种情况下您一定要做好证据保全 因为如果到了法庭上这个飞瓜的数据 我们法院是要看这种原始载体的 也就是说你得实时的给法官打开相应的网页 法官能够直观的看到你这张复印的纸 它不是自己批图批出来的 而是实时能查到的 向法官提供相应的证据才有可能受到采信 好 针对基础事实部分和第一轮证据 请我们的X律师提问 你只是提到关于过往的业绩 你是只是说我做了几个 但是你没有给我们拿出证据来具体展示出来 当然你以商业秘密为理由 没有透露出它的真正的是哪一个账号 哪个网红主播是在您的运作下来培训出来的 只是说某个行业类别 而且呢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即使您的陈述也是语言不详的 在法律上你不能够用证据证明的问题 我只能视为它不存在 这点您认可吗 这个我认识 那好了您认可了就好 当事人提出在平台搭建期间 技术投入远大于金钱投入 但是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哪些努力 遭受了哪些损失 他找不到具体的证据展现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关于您和肖先生一起合作过程当中的业绩 我假定推测你那份证据是客观真实的话 那么这个也有问题 肖先生在和你合作之前 大部分的时间确实不足一千人的人气峰值 但是有很多天不止一天是超过一千的 经过你的运作之后 仅仅8月2号那一天超过了一万 是1.02万 只有偶然的一天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8月2号的数据是官方的数据 官方运营能帮我们证实这一点 数据是真实的 是确实突破了1.02万 我们确认这个客观设置就好了 我并不认同刚才X律师 关于直播间人气的一些论述 因为就本案这个合同的合同目的来看 我们的合同目的不是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到底有多高 而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到最后能卖出多少货 卖货带货最后分钱才是我们这个合同的最终目的 不能极仅因为我们只有一天到了一万人 就否定赵先生在整个合同期间对这个直播间的贡献程度 赵先生自己说 一个账号的粉丝量和真正的销货量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那只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金牌律师也认可了这种观点 其实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种逻辑混乱 一个账号内的粉丝量和他的销售量一定是成正品的关系 不仅说在现在的网络直播平台 就是我们的传统商业当中 你把店铺是开在一个人来人往的闹市区 还是开到一个从来没有人去的地方 一定是闹市区因为人流量多 这样的话销售才会 销售量才会增加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普遍常识问题 在回答X律师的提问之前 我先问咱们赵先生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商品 比如说这双鞋 正式的在乙方的直播间上架销售了 会在直播间的信息显示上 这个产品的信息吗 比如说它的品牌名称厂家 都会显示出来 对吧 所以说在这起事件当中 包括说我们即使这双鞋 因为在没有上架而言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账号 对于任何一个主播来说 它的选品 它的运营团队 它货品的来源 这对于任何一个合作一方而言 它都是一种商业提密 但是如果它正式地挂入到了直播间中 就好比它今天在商场当中去销售了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势必一定会公布这个商品的相关的信息 而在这样一个阶段 目前我们有保留我们商业秘密的这种必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产品 一定要向消费者明确标识它的生产厂家 你在谁是生产厂家的这个问题上 不存在着商业秘密 所以说你用一句不方便透露 这个是和我们的法律规定是相违背的 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 网上的销售行为 它也要受到我们相应法律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对于产品的生产厂家和原产地的这种披露义务 并不因为说网上销售的行为 就可以免除经营者的这种法庭义务 商业秘密是应该得到保护 但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更应该得到保护 刚才我们的X律师还评价我们的赵先生说 他是有一种蹭车的一种嫌疑 我们不是不去说赵先生是蹭车 还是说肖先生是先上车 然后不买票 我们不去评价 我们可以举一个我们都懂的 这样一个法律当中的一个例子 一个未完成的未完工的工程 我们去估算它的工程量 绝对不能应该以它距离完工还剩多少层来去估算 而是要以它真正投入的一个人才机的一个情况来去估算 先期的建设是比较复杂比较投入重资本的 而后期是可以一个乘风直上的这么一个状态 三号律师所提到的那个建筑业的问题 说实话更是风马牛不相提 这个问题不可以内比 我觉得这个我不想去反驳 没有意义 我觉得作为法律的人士 我们不是在讲家长里短 我们必须紧扣着证据 紧扣着事实 紧扣着法律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要钱无果惨遭恐吓 我都有办法治 您对称呼状态是什么 你无论是谁呢 这是违反治安处罚管理法的规定的 真相究竟如何 你在很多问题上都向我们隐瞒 也没有如实的陈述 但是我这里还是强烈建议您更改一下您的这个诉求 赵先生将如何选择金牌律师团 带货主播别跑正在播出 第一是金子 但道义是试金石 于嘉老师GG到底有没有权利解除这份合约 还值得上去 赵先生你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我这边有的话是在 就是于嘉老师GG 我在跟他到北京之后 有一些他威胁我们的一些短视频和录音 第二轮举证时刻 面对主播于嘉老师的突然解约 赵俊玲觉得十分委屈 因为自己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可结果连合作期间的利润分成款也没有拿到 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向对方讨要本属于他的货款 以及利润分成 但万万没想到 这次北京之行非但没要到钱 反而遭到了言语恐吓 以及人生威胁 余嘉老师JJ的妻子 在赵先生出现之后也发来了这样的微信语音 这是在北京不是在河南 也不是在佛山 更何况在河南在佛山我都有办法治你 就是我现在给你下一个最后通牒 你要么走 要么你就别想走 投产的商品堆在仓库 拉高人气的直播间在卖别人的产品 所有精力和金钱都打了数票 事到如今赵俊玲该何去何从 金牌律师团又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张绿 在法律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 以及这个微信的语言 能算得上恐吓和威胁吗 从这个情节上来看呢 因为咱们是没有这个威胁恐吓罪的 而且就是如果他对你的人身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或者从言语上啊 对你实施了威胁跟恐吓 这是违反治安处罚管理法的规定的 那你报警了吗 报警了 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最后就是在警察到之前 他们的人跑了 没有找到他们的人 针对第二轮证据 三位金牌律师请提问 我们刚才关注到 您提供的证据中有一段视频 我想问一下您 这段视频中是否有这位网红主播 有 他在什么位置 他在电梯里面 视频中有照到他吗 有 有照到的是吧 那像您说 你又没有尝试过被车撞过的 说这句话的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人 最后他在解释的时候说是农民工 也就是说整个这段过程 咱们这位网红主播都在 是的 您第二段视频里头有一段 您说那是他爱人给你发的语音 对吗 是的 我想知道是在什么的背景下 他向您说出了这些话 我们是11月10号 到了北京 也就出现了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就是他那边人问我有没有被车转过 那第二天下午我们又过去就出现了他们那边把我们人堵在外面进不去 那当天晚上那就出现了就是说刚刚整个人都包围着他进去 他老婆呢在我们还没有见面之前给我发的这个语音 发完这个语音过后的一个小时不到就出现了抢劫我的手机 就在您的理解中这两段视频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是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是的 这组视频呢只能说明你们双方事后产生了争执跟纠纷 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为什么要向你提出单方的解约 那他在向你发函说我们现在解除合同 他有没有向你告知理由呢 他只告诉我们说就是人气没有达到双方的约定 其他的从来没有说过 有没有达到一次满足的 有 那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对方有没有提供比如说他认为数据没有达到 他认为哪些证据没有啊 我们找了他要了N次从来没有给过一次 没有给过 那我想告诉你的话如果在法律上来讲 我没有拿出我主张解除合同的证据 没有拿出我为什么要解除这份合同 那就应该视为解除合同这一方 它是单方的 那么谁违约谁解除了合同 导致合同的目的没法实现 谁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呢 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呢 是违约方应当承担100万元起的违约金 那为什么您的诉讼请求中取了这个违约金的最低点来进行主张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对方要继续履行合约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申请是100万 如果他继续要是不履行合约 那我们又还是会牵着到一个既得利益 我们看到了 瑜伽这些主张您向他索要过700万年的违约金 您当时基于什么提出了这个数字 有八九月份利润分成款 有我们的就是既得利润 既得利润是说我们你看从六月三十号到九月三十号 也仅仅是三个月 那我们还有剩下的有九个月 那九个月的话 这个既得利润是要赔给我这边的 还有包含我们仓库货物的成本 再加上委员金100万 是总合计700万元左右 给您纠正一下 刚才您说的那个之后会将要取得的收入 它不属于它不叫既得利益 它叫做预期可得收益在法律上 也就是说这700多万不属于空穴来风 而是在解除合同为前提下 那您索要了一个包含预期可得利益 在里边的一个金额是吧 是的 但是您现在的这个诉求 已经变成了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所以您就把预期可得利益这块给刨除了 剩余的限时损失 限有损失就是200余万元 是吗 是的 正常我们取的是 这个诉讼之前一年 或者诉讼之前六个月的一个平均值 来推算我们剩下的预期可得利益 那你们只合作了三个月 可能取得的就是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平均值 那三个月的平均值 您到底能取得多少的赔偿 这块您心里要有一个数 但是无论如何呢 解除合同我认为是必要的 针对第二轮证据 X律师请提问 第一个他那段视频呢 我觉得是和本案争议的问题 没有什么关系 那只是说双方在后续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冲突或者争执 我不凭说他那个就是那个网红主播 他的行为合法与不合法 因为赵先生也已经说 他已经去到过已经报警了 那么以公安机关的处理结论为最后的依据 和这个是两回事 从你的一些谈话的细节上来看 给我的结论是 你在很多问题上都向我们隐瞒 也没有如实的陈述 其实每个人在处理矛盾和纠纷过程当中 可能他具体的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也可能会使矛盾冲突到一个一定的烈度 但是这些并不代表着合同本身 谁理亏还是不理亏 有理的不一定升高 骂街的也不一定完全没有道理 这也是两个问题 接下来请我们三位金牌律师阐述他们的诉讼思路 我认为既然双方签订了合同 根据城市信用原则 双方就应该遵守这份合同 从目前赵先生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 在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赵先生是没有履行瑕疵的 而作为网红的萧先生 无故解除了这份合同 就应该承担违约的后果 他应该对我们的赵先生进行违约赔偿 我的诉讼思路就是坚决跟对方打官司 起诉对方违法解除这份合同 让对方赔偿咱们违约金和相关损失 如果我代理这起案件 我会先跟对方去斡旋调解 找到你们的症结所在 他觉得和你合作他分的少了 那双方还有无可能再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达到你们各自的诉求 你们双方不能够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那很遗憾 我们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那么诉讼上方面 我给出这么几点思路 第一就是解除合同 第二就是要之前的分红 第三就是造成的损失要赔付给我们 这个造成的损失 包括我们为这个项目进行的投入 人力物力财力的安排 以及合同履行后 我们可获得的利益 这也叫预期利益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要违约金 这个是按着合同的约定了 第五就是关于本案的诉讼费用 以及律师维权的这些成本费用 我认为也可以向违约方去主张 俗话说的好 办事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 但是我这里还是强烈建议您更改一下 您的诉求 也就是把继续履行合同给变为 解除合同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根据你们只有一年的合同期 可能我们这个案件进行完毕的时候 您拿到生效判决的时候 大概率上合同期限已经经过了 所以法院不可能做出一份继续履行的判决 这也就是刚才张律师提到的 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 第二个从你们这种合作模式上来看 它属于一个合作合同 是一个双向的 并且需要持续的这样一种合作模式 那这种合作模式下您单方的提供这种服务 对方不接收 那你们的合同是事实上是无法履行的 所以一定要把继续履行给变更成 解除合同 赵先生经过两轮举证 你最后是会选择主张变更诉讼思路的孙律师 还是会选择主张新调节 看能否寻求继续合作可能的张律师 还是会选择主张违约诉讼的王律师 你选择哪一位 强烈建议您更改一下您的诉求 双方还有无可能再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达到你们各自的诉求 对我们的赵先生进行违约赔偿 我选择张蕊张律师 今天来的金牌律师团 其实收获还是蛮大的 因为在现场的集合律师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有用的价值 这是之前我咨询的律师 他们说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其实网红电商直播这个行业 是最近几年新兴的一个行业 所以这对于网红也好 对于电商传媒公司也好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然也是一个机遇 但是这要求我们的网红从业者 还有我们的电商传媒公司 这一类的群体 要求他们有更高的法律意识 最重要的还是 在这个新型的行业里面 大家要相互信任 合作共赢 遵守双方签订的契约 有契约精神 双方才能合作的长久 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感谢收看 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应 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 金牌律师团 一份嘱托 一声召唤 金牌律师为您而战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